现在很烦你知道吗 我无数次的想吞死她 花心包好脏哦 用很多脸 也没很多脸就带 一两年吧 不洗啊 不洗啊 不是我洁癖吗 不是我洁癖吗 我洁癖是 在日 在家 在家 原来娱乐圈这么多人 对过小S 这个摄影棚内 不准有胸部比我大女生出现 所有的女生都出去 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我也不小K 可以可以 徐智丽小姐有个怪癖 有个他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人可能就是听音乐 帮助睡眠啊 或者是说把灯关掉 顶多就这样子而已啦 没什么太大的怪癖 但是我们徐智丽小姐的气味 他睡觉的时候呢 一定要伸出他的手 然后呢 就要有一个人帮他抓手 这样子 我们抓完正面之后 还要翻过来 就这样抓他才睡得着耶 然后他们全家就这样被他折磨的 真的很奇怪 因为他真的很大牌 真的像大小姐一样 比如说我现在是徐智丽 你帮我抓一下 你不会翻面啊 还有人家翻面呢 你说这种大小姐 哎呦 真是可怕 在你眼中 你觉得我跟林志玲谁美 你给我一年的时间考虑 下一届金马奖来的时候 我把答案告诉你 我的答案是林志玲 你要不要在我里 再问你一次 可以啊 我比较漂亮 就林志玲比较漂亮 一眼看哪里 眼睛吧 怎么样 一个礼拜之内 你有跟别人接吻过吗 那个人的名字是两句吗 去我的 所以你们会在家里一起唱佛经 跟做菜吗 是你的 啊 啊 那你是看中别人哪一点 其实好难说哪一点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 嗯 那我也有那种感觉吗 那没有 啊 啊 啊 有一次我跟范晓轩 去香港逛街 然后逛一个商场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男生 过来跟我们讲话说 那个男生是我弟弟 对 他就说 哎 你们是范晓轩 跟那个 ASOS里面的谁谁谁吗 我就对他说 没有没有 你真的 这里有问题 珍惜的反感合 就是我跟我弟弟穿街 我告诉他们是 你们是台湾的 超红的 明星 你有讲超红吗 我说是大S 不是说你 你有常常在照进去 看自己有多漂亮 我最讨厌照进去 真的吗 因为像我就很爱照啊 怎么会讨厌照呢 因为美女最讨厌照 很爱照的就是丑女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会生气 不会 我会讲你的其他事情 你到底有什么麻烦都在人家手里 我也不确定 我给我的人家有很多物理 哈哈哈哈 你是什么经不得人的事情 我觉得你就是说 表现那一挂的玩意 你要我找出你的那结尼有的名字是不是 好休息 休息休息 我先说到 你跟随拍戏的过程中 一点都没有觉得爱上过他吗 没有啊 都是演出来的 哈哈哈哈 可是你跟我对戏的时候 有感觉比较轻松吧 我觉得那是你跟我对戏的时候 你感觉比较轻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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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你有跟我和林士林分别对戏 你觉得跟谁对戏比较有感觉 讲实话 因为我跟士林的戏比较有感觉 因为我跟士林的戏比较有感觉 所以跟我比较有感觉吧 所以你是演出来的 所以你是演出来的 演演演演出来的 演出来的 你跟你拍完戏之后 他跟我说 他说他跟你拍完吻戏之后 吐了大概一个月吧 蛤 你让他很倒位 蛤 而且你牙齦很明显 你就是这么幼稚 你又是这么可笑是吧 而且天天跟人林志林一比 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嗯 从容貌 从身高 从体型 从涵养 从学识 哪一点可以跟人的比 你需要讲那么BJ的话吗 你需要我任何方面的树林志林吗 你也没有 就是先说刻薄这方面 你什么 你平常用这个包包也就算了 那你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 换一个包包啊 嗯 当一个艺人 当然拉里拉他 你管太多了吧 哈哈哈 他拍起来这么漂亮 你真的要比 从我们出生姐姐 都一直比你漂亮到长大吗 你到底什么好比 你到底要想搬搬搬搬搬 你可以等到我80岁的时候 你说东西我就输你了 你现在想要出这种没人性的话 一边活动一边讲小落泪 我就是很讨厌 你每次要跟我喝一样的东西 要跟我摆在同样的位置 然后每次都喝到我的 我记得有洁癖啊这方面的 好 我就跟你说真对不起行不行 行 亲姐妹这样明算账 你都跟你跟我说对不起了 你还要再继续骂啊 对不起 你现在吃饮饭啊 然后小艾斯 变皮厚 我觉得钱的话 不能交给大艾斯 好棒 因为她完全没有金钱观念 今天真的很像巨蛇 很好讲 很好讲 有什么不好讲的 滑到妈妈以前的影片 这样 完全不会 对啊 我都不会看她的影片 直接滑掉 她没兴趣 你会愿意上妈妈的节目吗 没有 你比较崇拜姨妈 是不是因为姨妈是演员 我是主持人 你觉得演员比较厉害吗 没有 姨妈很漂亮 姨妈也很温柔啊 要到谁 你会愿意跟她同台 我可能要抓pink啊 明明去年来抓 你觉得妈妈唱歌比较好听 还是抓pink 但是抓pink 是好讲吗 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人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在念滑钢 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 我们18年没说话了 很好很好 因为我姐姐还说 她很久没有看到你 她今天不知道 要用什么心情面对你 因为她说她 她那游戏还愿意 没有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三个人的恩恩圆圆 四个人五个人的恩恩圆圆 就是内档的事嘛 那事情过了这么久 我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然后佳佳也有了另一半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另一半 希望你赶快结婚生小孩 然后我们以前的恩怨一直勾销 真的是抱一下 差一点是我妹夫的人 还好不媳妇了 我就不能加入豪门了 我不光欣赏SOS 我还欣赏您的好多综艺 什么那个 我猜 我猜猜猜 他也主持过我猜 我猜啊 对啊 但是后来就换主持人了 换主持人了 后来我就更喜欢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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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专业的演员吗 我不是吗 今天就看到了 那有一个特殊的结束 好啊 好啊 他生你要他陪你回北京去 然后他宁愿留在台北 这种事 哎 我爸 是你唱成了 小真识的一些 小真识的一些 好啊 哈哈 所以他们两个可爱的小真识的时候 你会冒出说 那离婚好了 这句话吗 可是我姐是还蛮 蛮爱落魂话的 你没事跟姐夫吵什么 就是因为黄汤下肚之后 两个人情绪都比较浓啊 吵到最接的时候 他就把我压在墙上吻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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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过我的人生 感谢我永远的一切 放一张漂亮的照片 放一张漂亮的照片 方小贝上面就写出 该洗头了 因为这张我觉得 实在你的文字和图片不符 我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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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吗 初次见面 在梦里见过您啊 哪一类的梦 就是那种年少轻狂时做的梦 你临时都只买一包啊 因为都是临时买的嘛 都是临时买的嘛 在我生命中 你们就是我身体的两个部分 哪两个部分 就是让我开心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嘎吱窝 一个是脚地板啊 我要当嘎吱窝 我要当嘎吱窝 特别有味道 特别有味道 谢谢 焦焦了 我本来想说你可能不会来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我一定要 一定要接近您当年年年年来分拜 这是 就是一个看见的感觉 嗯 你一拳你上完来咯 嗯 我们分开之后 然后你竟然开启了另外一个人生 你逝了养狗 然后我看到你另外一种感情 然后就知道现在 知道现在老婆 现在两个人是 那两个人是 你这麦个人是 你今天天照地生一分 你这客套话吧 是 目前我不光欣赏SOS 我还欣赏您的好多综艺 什么那个 我猜我猜猜猜 他也主持过我猜我猜啊 对啊 但是后来就换主持人了 换主持人了 那后来我就更喜欢了 喜欢跟那种很勤快的人做朋友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你知道吗 富贵命 没有人想来请你做 诶我在家里的坐牛坐马来 坐来坐我没有啊 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好笑之外 还希望能录一些心灵交流 如何的心灵交流 希望你平常讲那些屁话啊 你看看这天空多美啊 人活在大自然下 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所以你也开始讲那些屁话 为什么少女团体里面 跑去一个珠光宝气热 跟你平时啊 为什么你学那么娘娘强啊 因为你看起来真的不像那个团的人 为什么是气质还是说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气质 所以一看是综艺瓜 这是唱片瓜 这是唱片瓜 就是做臭豆腐的 特别像哺乳的罐头 但是这个呢已经有100多年了 当主持人问他有没有见识过牛舌饼 这节又忍不住了 牛舌饼 到江村了 狗猪老一号 都在和这个葱油饼啊 分明是东北菜鸡 但是他把这两个架一起 放点酸麻辣鸡的汁 就变成台湾小猪了 谁带你去 是我老公带我去 你老公会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哪里胖吗 他看我哪儿都不胖 他觉得我胖得很好 所以他并没有像你减肥吗 他没有耶 是我自己 觉得我太多 好看的衣服穿不了 怎么办 那你现在变漂亮 他有所发现吗 李玉琪先生 什么意思吗 好好聊天的意思 怎么会你再迷我 有这个意思 如果我生完 然后有一阵子本来还是蛮肉的 然后后来开始浓业的调整 有一次真的瘦了 然后把衣服脱掉 老公就会 你怎么身材好像有 越来越好的感觉 我就是太虚伪了 每次我女儿去她家回来之后 小飞都会跟我姐讲说 以后我们的女儿 一定得穿的时髦 她一定得穿的像样 有几次我就带我女儿去她家 然后穿了整套的冰雪奇缘 那Elsa的长礼服 然后我就想说 小飞心里并想说土暴 她没有这种想法 而且我老公只有跟我讲说 以后小月儿绝对不准穿那种衣服 原来你在三圈圈里面跟赵又迪 应该有很多很亲密的戏 有到接吻吗 没有接吻 你们都很成熟 你多拉一下手 两个小没料到 你除了爱放冷箭之外 还很爱说谎 分明在这部戏里面 只有跟赵又迪认 你觉得我们基本的片段 其实说实话网上有很多 不想看一起也会怎么问我 你愿意跟我那个护加微信吗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那么红 但我没你红啊 哎呦发现你真的很亲 真的没有被我老公打 OK我们俩非常相爱 所以大家还会写出什么 每一次就是一个好妈妈 哎很可惜 就是不听不听劝 怎么样都不愿意离听她老公 我自己离我老公啊 我老公那么好 所以不要再造谣我老公的事 OK 我今天有感见吗 我对她的感觉 从 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的天 我 即便是亲人也好 或者是演过戏的也好 都比不上大 好 好 好 她的心中 其实有一个地位就是要留给大人 你有看过我们节目吗 呃第一集看了十分钟 哈哈哈哈 怎么怎么都不关心姐姐 那你有看妹妹的节目吗 我上你的节目那一期我一定会看 所以你也只是care你自己而已啊 所以你也只是care你自己而已啊 哈哈哈哈 先合理你救谁 小飞 我和你姐妹那么多年你救她 这么身份的人还出来除了这种节目 甚至比你面子都要 在看你这种身份的人 还把袜子当帽子戴 啊 李亚鑫啊 每次看到我妹回家啊 都会说 欸 我怎么才不在你身边 几天你就变那么肥啊 啊 啊 啊